哈囉 各位觀眾朋友們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阿弟 我的影片 永遠看不膩 各位 真的看不膩了 這一次虎仗的抽獎 出大事了各位 我的IG私訊 被十幾個人直接關爆 每一個人都跟我說 他花錢抽了虎仗幽人的造型 結果竟然沒有拿到這個造型 你們懂那種心情嗎 超級難抽的造型 你好不容易抽到了 結果竟然沒有派送造型 到你的這個帳號裡面去 皇帝我一看到這個消息 我馬上坐不住了 我先給各位看一下 這些粉絲的私訊長什麼樣子 這個是第一個私訊的 他說你好我抽虎仗沒拿到造型 他花了5000塊 我只能說阿 這麼熱心助人的主播已經不多了 各位在底下留言區摔牌 熱心助人的主播真的太暖了 觀看破50000 按讚破3000 我直接抽一個虎仗造型 給底下留言的觀眾 那我怕是他有領到造型 可是他不知道在哪裡領 所以我就給他要了帳號 我自己進去裡面看了一下 我從登錄他帳號之後 全程錄影 以確保雙方的權益 進來之後呢 我就看到他的心願清單 裡面有虎仗幽人 代表他真的很想要虎仗幽人 我就接著到虎仗幽人的 抽獎畫面裡面看了一下 確實 他是有全部抽完的 基本上是保底命 我看到這邊就開始覺得奇怪 為什麼全部抽完 怎麼可能沒有拿到造型 會不會是因為他沒有去領到還怎麼樣的 我就開始檢查 先來這個英雄列表這邊檢查一下 找到戰士往下滑 看到我們的狂鐵 點進去之後呢 我們就點這個造型來看看到底有沒有拿到 那各位可以看到是真的沒有拿到啊 我這邊看完之後呢 我就返回 我就開始尋找真正的原因 點開郵件開始尋找郵件 發現裡面都沒有郵件 應該是被他給領完了 那郵件竟然沒有東西 我們就趕快去看背包 基本上不是在郵件就是在背包啊 我就把他背包全部逛了一遍 但是呢 我發現他背包裡面 好像也沒有跟虎仗幽人有關的東西 除了他這個很爛的獎勵之外 造型啊 主要是造型 他沒有這個造型的這個體驗包 或者是什麼造型的組合包可以打開 代表說 背包裡面也沒有虎仗幽人的造型 很玄喔 這就很玄囉 接著我到活動頁面繼續尋找 點進去再檢查一次 我就覺得說 怎麼可能會沒有領到 官方怎麼可能會犯這種失誤 你們各位懂意思嗎 所以我就開始每個都點進去檢查一下 發現還真的沒辦法 我想再花錢多抽一下 都沒辦法了 接著打開商城 到商城檢查一下 應該有機會吧 到商城點那個狂鐵 然後進去裡面再看一下 也許是出現了一點小BUG 也說不定 結果不出意外 馬上就要出意外了 我們找到狂鐵之後點進去 發現啊 這個造型裡面呢 我們的虎仗幽人造型 還是未獲得啊 直接過世 皇帝我不死心啊 我覺得一定是出了什麼問題 我就想說到英雄練習場裡面看一下 也許在裡面會出現 沒有想到皇帝我想太多了 還是沒有 所以我們就直接離開英雄練習場 因為發現 試了各種方法 沒有就是沒有 那說實在話 我都把我的每個粉絲 當作寶貝在照顧 你知道嗎 很多人都會來跟我講 代儲的問題啊 或者是什麼 代抽的問題啊 我說實在的 我能幫就幫 同時啊 我也馬上去實訊官方人員 請他幫我火速處理這件事情 那不得不說 官方人員的態度 跟服務 跟解決 方法都非常的好 我跟官方人員 反應沒有多久之後呢 他就馬上回覆我說 要請這個玩家去填寫表單 填寫表單是基本流程 但是我特別跟官方說的話 他們會要求工作人員 處理更快一點 其實各位要少罵傳說對決啊 他們幕後工作人員 真的是處理這些事情 處理的很辛苦 而且處理的很積極 我覺得官方真的是有在做事 那就在同一天啊 這個人填寫的表單 就得到了回覆 得到了這個消息 然後這個小弟弟就很開心 跑來跟我講說 皇帝你看 我就覺得說 我的辛苦 我的努力都值得了 雖然說我可能沒做什麼 但是我是願意替玩家發聲的 因為我說實在話 很多實況主 他們不見得會想要理粉絲啊 對他們來說 賺錢才是最主要的 但對我來說 我的粉絲就是我的寶貝 那接著呢 這位是第二個粉絲 喔哇我的寶貝真的有點多 那這位粉絲呢 是來自香港的粉絲 他說他最近有看我抽虎帳的這個影片 他說他也有跑去抽 抽中的時候官方沒有發造型給我 像之前庫拉皮卡那個觀眾一樣 我之前拍了一個庫拉皮卡有粉絲抽到 卻也沒有拿到造型的影片 那這位來自香港的粉絲啊 就是有看我的影片 所以他知道出事的時候 找誰協助是最快的 那我第一個步驟是叫他先填寫錶單 我後續一樣會去跟官方的人員講說 特別幫我注意一下 這種錶單可不可以盡快處理 反正啦各位 傳說派出所 出事你找我 但是如果是要找我借錢的這種就不要來 因為皇帝我沒錢沒錢 但是如果你是在網路上買什麼序號被詐騙啦 又或者是買什麼這個帳號被騙啦 又或者是你代儲代抽出問題啊 都可以跑來找我 如果故事夠精彩的話 我就會拍成一支影片 讓大家知道你發生的事情 但是我不得不說 虎杖這個造型啊 真的是蠻帥的 一開始我真的覺得他還好 你知道嗎 玩著玩著真的是帥到無法無天 尤其是他大招開下去那個黑閃 不只是自己的畫面會閃一下黑色的 連隊友的畫面都會閃一下 等於是說你可以間接的影響別人的手機 而且這個角色除了暴力之外就是暴力 二技滿被動過去擊飛之後 一技能進停拳再加上大招 對面反而直接消失 那眼尖的粉絲就會發現說 奇怪皇帝你的戰績怎麼疑似山啊 閉嘴啦 你們吵什麼吵 抓準時間進場 才是虎杖的正確玩法 這隻角色就是帥 除了暴力還是暴力 你永遠要相信主角在最後的時候 總會逆風反打 這邊跟對手的呂布迂迴在一起 扭打在一起 開啟我們的減傷刀 減傷10%開大招下去 大招又快好了 對手呂布肯定想殺我 兵線進來 等待兵線 殘血誘敵 只不過是戰術中的一環 成功引誘 讓對手直接出來送投 配合隊友直接收割 拿下一顆人頭 你說這個角色到底要怎麼玩 你不會 我教你嗎 如果說你要問我虎杖該不該抽 該不該買 我統一回答 肯定是要抽的 這邊傷害有多高 你們看一下 前期就可以打出這樣子的傷害 脆皮會直接消失 變成脆皮雞蛋糕 好笑嗎 虎杖前期實在太痛了 我們直接果斷選擇反野 反完野怪之後 對手也不能拿我們怎麼樣 我們有被動累積 直接跟對手打起來 一次擊飛兩隻接大招補傷害 對手根本就完全拿我們沒有辦法 直接被我們給打假的 這邊擊飛艾里之後 配合隊友一樣 再拿下一顆人頭嗎 沒有機會 艾里的位移實在太多了 但是沒有關係 二技能擊飛接大招 一技能進停拳 收割對手艾里 跑到塔下 一樣沒用 照樣收掉 我嘗試過拿狂鐵來走線 我覺得走線也很強 但是到後期總有一種 不太給力的感覺 但是我用他來走打野 我覺得發育會更好一點 雖然說手真的是有點短 但是這也是沒有辦法的 如果說傷害這麼高 手又很長的話 那說實在話這個角色就無敵了 這裡偷襲非常的成功 但是被對手的火盾給包起來 我們直接來反對手的藍buff 那各位玩狂鐵的時候 特別注意一件事情 一定要讓你在開戰之前 你的被動是滿的 你開戰起來才會順利 如果說你的被動沒有疊滿的情況下 你在開會戰之前 你二技能進去把對手擊飛之後 你用一技能進停拳 打完之後你的大招放下去 可能被動就沒了 這個被動的掌控 就是玩好狂鐵的關鍵 狂鐵二技能的擊飛 就有點像是埃羅二技能 把敵人擊飛的感覺 反正各位只要記得一件事情 有被動的狂鐵 超級無敵強的 所以他被動盡量去維持在滿城的狀態 玩狂鐵的話 一定要很敢衝 很敢打 這邊直接把對手擊飛 往回拉扯一下 躲一下伯頓的雲 各位有看到嗎 不是伯頓的雲 是伯頓的翻才對 我剛剛那個細節走位 對手被我的走位扭一格 直接傻眼到兔 不可能質疑皇帝我的實力吧 這邊直接預判一下 對手愛里的位置 配合隊友直接收割 有看到嗎 我知道愛里會往那邊順 我提早到後面等好他 把他擊飛 搭配我們的瑞克把他給收掉 我的天啊 我今天玩狂鐵是怎樣啊 直接出師欸 對手都這樣誇獎我了 我不膨脹一下怎麼可以 但是可以看一下 我們進去之後被伯頓翻進去 我們的傷害是非常的爆炸 炸一個對手全部殘血 就在我壯烈犧牲之後 我的隊友也是打得非常的不錯 對手直接死了4隻啊 但是我說實在話 如果說他的機制不再改一下的話 我覺得這個角色 應該也是會被打入冷宮 沒有什麼人要玩啊 這個角色的手真的太短了 這邊進停拳收掉了對手伯頓 我們再說回來角色的問題 這個角色手這麼短 他唯一的位移技能就是這個2技能 那2技能呢 有時候你再打出去之後 你又回不來 等於是說強制你這個角色 只能走凱撒路在順移 走打野位基本上沒希望 就跟小青一樣 最後一波會戰 教你們如何打贏 皇帝我走過來 感覺有做事 但其實都沒做事 被伯頓關注出來之後 趕快上去丟個技能 不然評分太低就會很糟糕 不是 我是說 就是這樣子的話 隊友會比較感覺到 我們有在做事的感覺啦 像這一波呢 我們的被動 是沒有疊滿的 我們在這邊先跳個舞 慶祝一下 準備要贏了 然後進去的話呢 利用我們的競平拳先雷擊好 你看我們的被動已經有紅色一格了 這邊的話 我們就找準時機進去 跟對手伯頓直接敲起來 接著 被動有了之後 我們再開啟大招 可惜沒有收掉伯頓 但是這個伯頓呢 成功把我給收掉 拿下了一個雙殺 不愧是伯頓 那各位看完我介紹 有沒有想買虎杖優人的 他這個大招的特效 是不是真低帥 我是你們的話就買起來了 而且說實在話 我覺得4-5千點券 真的不算貴 大力推薦好不好 而且官方的處理事情態度 也非常的棒 很快就處理好了 謝謝辛苦的官方 讓我們大家有這麼好玩的遊戲 可以玩 我們以後還要一起支持 傳說對決唷 那今天這個影片是沒有業配的啦 就單純真的是想幫官方說說話 不然說實在話 官方做這麼辛苦的事情 還要常常被粉絲 被這個玩家罵 也是蠻辛苦的 對 那我既然說了這麼多好話 希望官方可以多發我一點業配 我非常期待五條物的抽獎 好不好 各位 想要五條物的抽獎嗎 來 記得訂閱我 打開小鈴鐺 有機會送給你們 謝謝大家 我是皇帝 我的頻道 你永遠看不逆 那我們下部見啦 大家掰掰 好 吃 我 吃 吃 我 吃 我 吃 我 吃 你 吃 摔 你 by bwd6